跟中国版的小米12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点是我发现到不一样的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 哈喽大家好 上个月给大家介绍了中国版本的小米12 还有小米12 Pro之后 我们终于等到了 国际版本的小米12系列了 今天就会在马来西亚发布了 大家记得留守小米 马来西亚查看更多的消息 那目前我拍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价格 所以老规矩我还是一样 会把价格更新在留言哪里 让你们参考 那我今天会给你们看的就是 国际版本的开箱啊 还有就是我会跟你们说说 这台手机我最喜欢它的那四个点有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 简单的开箱影片开始 小米12国际版盒子里配有小米12 透明手机壳 SIM卡针 说明书 67W的快充充电器 以及数据线 看了简单的开箱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主角小米12了 那这个小米12国际版跟中国版的小米12 基本上呢 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点是我发现到不一样的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 那等下我会跟你们说 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这个配置 第一小米12搭载的一块6.28寸 支持120Hz的锁心率 以及480Hz的高触控采样率 搭载的是OLED屏幕 滑动画面的时候非常顺畅 而且这块屏幕支持Dolby Vision 还有HDR10 Plus的认证 屏幕颜色很鲜艳也很清晰 打游戏或者是看电影都非常高清 再搭配上一对由 他们开动调教的双立体扬声器 声音很响亮 好像一个小speaker 给你们拨一小段听听 第二小米12搭载了三摄像头组合 分别是50MP支持OIS光学防抖的主相机 13MP的超广角镜头 以及5MP的长焦微距镜头 等下会跟你们分享一下照片还有视频 第三小米12搭载的是全新一代满雪的Snapdragon 8 Gen 1 第四小米12在小小的机身里塞了一块4500毫安的电池 支持67W的有线秒冲 50W的无线秒冲 还有10W的无线反冲 接下来让我来跟你们分享 对于这台小米12我最喜欢它的四个地方 还有它有哪里不一样 现在就来跟你们说 第一个地方就是它最独特的地方 就是它的精致小巧的机身 宽度只有69.9mm 手掌小的朋友也可以很轻松的单手掌控 单手滑手机或者是各种操作都可以很轻松的完成 第二个就是它的超强处理器 Snapdragon 8 Gen 1采用的是4nm的工艺制程哦 除了加快了缓存的存储速度 日常使用以及打游戏都极致的顺畅 但是身为一个王者荣耀的玩家 第一时间我就下载试玩了 但是我发现国际版本的王者荣耀 并还没优化 只支持高帧率并不支持超高帧率 所以最高帧率只能去到60fps 不过并不影响整体的游戏体验 它依然很顺畅 虽然有点小伤心 但是呢我发现到我手上的这款玻璃版呢 相比之前的中国版的素皮版小米12 它的温控更好更稳 达了三四场的王者荣耀 温度都维持在38度左右 建议游戏玩家优先考虑玻璃版本 这里也附上跑分让大家参考参考 接下来我最喜欢小米12的一点 就是它的拍照速度 还有就是它的视频功能 不管白天晚上小米12的拍照速度都非常快 一面走路一面拍照都有问题 至于视频方面也很实用 可以随意的更换布局 调整双景的 而且防抖能力非常不错 很适合喜欢旅拍啊或者是记录生活的朋友 最后我喜欢小米12的小小尺寸驴 竟然塞了一个4500毫安的电池 而且它支持的是67W的快充 这对喜欢打游戏或者是拍视频的我来说呢 完全不需要担心电量不足 就算没有电也不需要很担心 因为39分钟就可以充满电量了 好啦今天关于小米12的视频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小米12呢 你们可以点击这里的视频查看更详细的评测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有更多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里面哪里问我哦 谢谢观看下期再见 拜